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1月3号 狗哥呢是有过一句名言就是你呢不要试图跟这种傻叉还有阴谋论者啊你去讲道理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你跟他们讲道理 其实呢你根本呢就讲不明白啊是鸡同鸭讲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这种很理性很平和的去跟那些傻叉去讲道理 那那些傻叉呢他们就会认为你呢跟他们的是一个层次也是傻叉 然后呢他们就会认为他们自己啊真的是很牛逼啊 所以呢就是不要去试图跟傻叉去讲道理啊 不要给他们有这种让他们感觉有自我升华的这种机会 所以呢对于这个狗哥频道里平常那一些傻叉啊一些粉红的谩骂攻击 那狗哥呢基本上是不回应的啊 心情很好的时候呢狗哥呢会选择调戏一些粉红 调逗一下他们的那种低智商 这样呢就会让自己的心情啊会更好一点啊就是这样 但是呢在今天狗哥呢要有一个例外 今天狗哥这个影片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要详细回应一位这个中国粉红的留言啊 那为什么今天要开这个例外专门为这个粉红来开光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啊这位粉红他的留言写的是非常的长 狗哥那是大概数了一下啊 好像呢是有这个2000多字 而且呢这个全篇没有骂人是在这个试图讲道理 试图呢让狗哥呢去接受他的观点 这个呢在粉红里边啊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所以呢狗哥呢就有这种冲动啊要回复他一下 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位粉红呢他的这个说话的方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冷啊 可以说是这个狗哥看到的这个自古以来最高冷的这个粉红的留言 所以呢狗哥就必须要回复一下啊 下边呢大家就先完整的看一下这位最高冷粉红的留言 然后呢狗哥再做这个详细的回复 我第一次看您的视频 不知道该如何评价 但就您制作的几百个视频主题来看 我猜想基本算是对中共失去信心的民运自媒体人 尽管也不了解您的其他职业身份 您的年龄肯定超过30岁了 也就是7080一代 经历或耳闻过上世纪的很多变革和不算公道的事情 没适应新世纪的变化 但思想已经成形 反共准则要求你不能接受中国的任何正面信息 这一点我也很同情您 时代成长背景不同的确会极大影响一个人的观念 粉红一词我认为是一种标签化的表述 它很空洞 很泛化 但我可以理解为甘愿替中共卖命或宣传维护的人 我认为正如一个明星有狂热粉 有黑粉 有一般粉丝 中共也一样 特朗普也一样 粉红战狼可能是中共的狂热粉 普通百姓可能是一般粉 您以及评论里很多人都是中共黑粉 黑粉众所周知 很讨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明星的行为 您的视频很多观点是牵强附会 为了黑中共而黑 只字不提中共做的好的部分 我可以认为您是顶级黑粉 对中共是反向促进改进作用 感谢您持续地付出来发出声音 让海内外华人辩证看待中共 一言堂是坏事 但中国保持稳定的繁荣 似乎也需要一言堂 这似乎不是简单的改革和平演变 就能变成另一个美国 即使现如今中国变成西式民主国家 也只会发展为印度墨西哥巴西一类的 两亿精英十亿穷民的高贫富差距国家 我个人不喜欢这样 因为您和我一样是普通人 投胎决定命运 很难说能百分百投到精英阶层 那么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中国阶层流通 必然更难 等待中国的只会是再次改革 或分裂解体 那么到时候获利的可能就是沿海省份的人了 可能您如果是广东国的就很爽 浙江国也不错 江苏国也行 但还存在问题 中国人喜欢统一 因为已经输同文车同轨 分裂后必然再次寻求统一 即使是现代 因为统一后可以最小程度贸易和交流受阻 那么又回到统一后 要什么制度能保持稳定的管理 这就又回到类似中共的管理模式 为什么在华夏大地这里 中国跳不出这个圈 这个得问我们祖先 要是汉族祖先别那么能生孩子 别扩张 就守在河南一带 今天中国土地上就会和非洲一样 全是殖民地 汉族也许就和朝韩一样大 也就不用考虑制度问题了 小国无所谓的 对吧 您是不是也不关心尼泊尔西金这些小国 起码您也知道 做这种国家的视频没人看 中国的制度一直没跳出历史因素 也不可能真正跳出历史 台湾的民主 何尝不是特殊背景下造就的产物 与大陆经贸47% 却一直靠美国支撑 所以既然中共能走到现在 必然有它成功的因素 但最主要在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 我指的是全体中国人 包括您在内的一众黑粉 都得承认这个事实 所以只要政治只在一定范围内干涉生活 不过分愉悦界限 其实都能接受不是吗 起码我们不需要和朝鲜一样了 激进左派并没有复苏 我知道如果您和我回到那个年代 您可能宁死不从 但是我认为中国制度 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 更适应时代发展 更能保障福利体系 总会有的 韩国台湾崛起比中国改开 早了一些时间 所以中国追的不慢了 尤其是体量如此巨大 30年前 您年轻的时候 可能大街上都是骂中共的 20年前已经少了 10年前我周围人都是夸中共的 今年不评价疫情都很烦 但在过去10年20年 等人均GDP再翻两番的时候 中产家庭再多几亿的时候 您的视频支持者应该会越来越少 我不希望我在民主的小国 尚不起好学校到头来去常理上班 我只希望底层人能有公平的机会 读书学习将来就能凭学历 靠自己有至少三四十万的年薪就很满足 韭菜哥一茶 我留酒茶吗 这就是我不希望反共的原因 但我不讨厌您 您是半个警钟 是中共需要改善不足的指南 是为了中国更好的反向明灯 只是可惜您的观看者 有很多人借此将自己懒惰 不努力不上进 以致生活质量差的错甩给中共 除了发泄生活的不满 和满足指点江山的虚荣 并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少回报 也不能就此实现阶级跨越 然而 我明白您不会因此更理性看待问题 比如在指出中共坏的同时 说几句好话 因为您视频的受众 极是愚昧的中下阶层人士 煽动性的内容更令人着迷兴奋 理性辩证看待问题 反倒没人关注 那没人看怎么能提高播放量 增加您的视频收入呢 所以我对您的最终判断 是您30到40岁 有一个正常工作 但工作薪酬一般 周围有反共的朋友或亲人 在自己学习了剪辑视频之后 以此吸引中下阶层 30到60的中年人 尤其是自身生活 比较糟糕不算好的人士 以此赚取第二收入 同时 我有猜测团队运作 我为了不设立场的判断 在此为考虑您是台湾人或海外华人 一般与中国有对立的国家 都会运作这种反华宣传媒体 来诋毁中共 这属于政治博弈而无关对错 如果是这样 那您的收入应该也相对稳定 自媒体是您的职业 是有资助的职业 不过我奉劝您一句 中国的90后 00后 时候甚至不少80后 都不会在乎您这个 您的宣传仅限于部分中年群体和底层废物 建议再过几年改行吧 去找个政经工作靠谱的多 好了 这个播放完了 这个呢 就是一位中国粉红 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 给狗子留言 不知道大家看完以后 是什么感觉 狗哥认为呢 他的这个留言里的很多观点 应该呢 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确实代表了现在很多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啊 90后00后的这种想法 这个呢 也是狗哥呀 特别想回应的一个原因 而且呢 狗哥今天啊 真的是要这个很认真的要进行回应 第一个就是这位中国粉红的ID 叫英空氏 狗哥第一眼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啊 就感觉一股这个日本风扑面而来 查了一下 发现了这个呢 是中国的一个小说里 一个主角的名字 小说的书名呢 是幻成作者呢 是郭敬明 那英空氏呢 是这个小说里的一个主要的角色啊 他的这个形象呢 是一头银发啊 白衣如雪 白衣飘飘 而且呢 桀骜不驯啊 那在网络上用这个名字当ID 狗哥那也大概啊能猜想这位这个中国粉红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啊 在这儿呢 狗哥呢也特别想补充两个信息 第一个就是这个小说的作者啊 郭敬明同学 他呢是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发表了一个震惊全中国的道歉 承认当年让他一举成名的一部小说确实是抄了别人的作品 也就是说呢 郭敬明过去十几年在中国的这个名气啊 基本上就是建立在抄别人作业的这个基础上的啊 是这个非常非常假的 这个呢是第一个信息 第二个信息就是郭敬明写的幻成啊 就是里边有这个英空氏这个角色的小说 这个小说呢同样呢也是被指责抄袭剽窃日本的漫画作品叫盛传 所以呢狗哥是希望这位ID叫英空氏的中国的粉红呢 也能够能知道这些背景性的信息啊 说到这儿呢狗哥就估计啊今天这个影片呢可能会比较长啊 因为光一个这个粉红的ID就让狗哥扒出来这么多的信息 而且呢这些信息呢对于理解这个ID背后的这个粉红的活人 他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 目前的一个关键词呢就是假 英空氏的这个小说呢涉嫌抄袭 小说呢作者郭敬明呢最近呢也是公开承认抄袭 下边呢大家呢来看一下这位英空氏他给狗哥的这个详细的留言 第一句 我第一次看您的视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但就您制作的几百个视频主题来看 我猜想基本算是对中共失去信心的民运自媒体人尽管也不了解您的其他职业身份 他的第一句话呀就奠定了这个整个留言一个非常高冷的姿态 第一次看狗哥的视频啊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就显示出来呢是非常非常的高冷啊就像那个英空氏 但是呢他说这个不知道该如何评价狗哥的视频 但是下边呢又洋洋洒洒的写了这个2000多字的留言 好像呢又不是太高冷对不对 然后呢他这个猜想啊狗哥算是对中共失去信心的民运自媒体人 说狗哥对中共失去信心这么说呢狗哥呢可以这个勉强接受 但是呢其实他这么说话呢还是非常非常的不严谨啊 你说狗哥是什么时候对中共失去信心 是过去失去信心还是现在失去信心 还是未来也失去信心啊 所以呢你这么猜呀是很不靠谱了 然后呢还猜想这个狗哥呢是什么民运 什么叫民运 是中国的民运还是美国的民运 这个民运这个运动存在吗 你们全家才是民运好不好 所以呢这个其实在狗哥看来啊 这位英空是2000多字留言里边的第一句话 其实呢就让狗哥呢没有什么兴趣跟他交流 装出一副很高冷的样子 但其实呢还是这种粉红的脑子 脑子太简单 下边他说 您的年龄肯定超过30岁了 也就是7080一代经历或耳闻过上世纪的很多变革和不算公道的事情 没适应新世纪的变化 但思想已经成形 反共准则要求你不能接受中国的任何正面信息 这一点我也很同情您 时代成长背景不同的确会极大影响一个人的观念 经历或耳闻过上世纪的很多变革和不算公道的事 这位粉红说的肯定是这个中国的事 上世纪中国有很多不算公道的事 上世纪中国发生过多少事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30年 各种折腾各种这个超级的大灾难 还有这个后40年里的这个8964天安门大屠杀 然后呢在这位粉红的眼里 这些呢都只是不算公道的事 那大家说狗哥还能有那种跟他继续交流的欲望吗 这个呢也是中国粉红们他们一个普遍的特点 就是冷酷无情没有人性 其他人发生多大的灾难发生多大的不幸 在他们的眼里呢最多呢就是不算公道 除非这个灾难也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身上 这位粉红呢他呢还这个说呢非常同情狗哥啊 认为狗哥的思想呢已经是定型 不能接受中国的任何这个正面信息 如果说狗哥的思想已经定型 那刚才还会去详细了解你的ID 阴空室是个什么东西吗 这个呢就反映出来 狗哥呢其实总是对这个世界呢 有一份好奇心 还有一份这个谦卑的心态 不会认为自己什么都懂 不愿意做这种墙里边的井底之蛙 说狗哥不能接受这个中国的任何正面信息 那是因为你啊没有看完整狗哥所有的影片 下边 粉红一词我认为是一种标签化的表述 他很空洞很泛化 但我可以理解为甘愿替中共卖命或宣传维护的人 其实这位粉红对粉红这个词的理解 也是存在这个很大偏差的 粉红这个呢应该是这种无脑粉中国 粉大中国的中国人 不是说这种无脑粉共产党的中国人 在这个中国的粉红里啊 基本上都是粉中国粉这个中国大一统的 但是呢他们未必都无脑的在粉这个中国共产党 我认为正如一个明星有狂热粉 有黑粉有一般粉丝 中共也一样 特朗普也一样 粉红战狼可能是中共的狂热粉 普通百姓可能是一般粉 您以及评论里很多人都是中共黑粉 这位粉红关于粉丝的这个表述 看起来呢好像是这个很客观啊很有道理 但其实呢他这么比呢是非常非常不合适的 你把这个中国共产党跟美国总统川普比这个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因为他们都是这个政治人物或者说呢是执政党都掌握着这种很强大的公权力 但是这个普通的明星是不是一样 普通的这种演艺明星他在火他的粉丝太多 但是呢他也是个普通人他不掌握任何的公权力 所以呢你这么类比啊是非常不合适的 这个呢也是中国的粉红们 也是这个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暂时都不理解的一个常识 就是一个国家里什么叫公权力 什么叫这个公民个人的权力还有义务 公权力和公民个人的权力义务之间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粉红们根本就不明白 黑粉众所周知很讨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明星的行为 您的视频很多观点是牵强附会 为了黑中共而黑 只字不提中共做的好的部分 我可以认为您是顶级黑粉 对中共是反向促进改进作用 感谢您持续的付出来发出声音 让海内外华人辩证看待中共 这呢是他呢给狗哥故意点赞 故意呢拍狗哥的马屁 这个酸狗哥是中共的顶级黑粉 狗哥认为呢中国的这些个无脑粉红啊 才是中国的顶级黑粉 说狗哥这个只字不提中共做的好的部分 你爹妈生你出来是让你呢给公权力唱赞歌的吗 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所有的赞美都给你的家人 给你的朋友 给你的邻居 给你的社区 然后呢你把这些剩下的精力去监督公权力 你爹妈生你出来 辛辛苦苦的打工 给政府交税 你自己呢也是辛辛苦苦的打工 给政府交税 然后呢你呢还去给这个政府唱赞歌 共产党好 共产党好 那大家说这个是不是顶级右兵 一言堂是坏事 但中国保持稳定的繁荣 似乎也需要一言堂 这似乎不是简单的改革和平演变就能变成另一个美国 即使现如今中国变成西式民主国家 也只会发展为印度墨西哥巴西一类的两亿精英十亿穷民的高贫富差距国家 这位粉红也知道是一言堂是坏事儿 但是他又说呢这个中国保持稳定的繁荣似乎也需要一言堂 这个中国共产党啊在中国执政的前30年那个呢才叫真正的一言堂 毛泽东老毛他就是神啊 他说一句话顶一万句 全中国人民啊天天被这个毛主席语录 结果呢毛泽东那个时代中国保持稳定繁荣了吗 恰恰是这个老毛死了 老毛死了以后 中国呢才结束了这个一言堂的局面 才有了这种30多年的改革开放繁荣 所以呢中国的这些粉红们啊就是这个目光短浅 狗哥呢一再说 要用这个长时间段来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 粉红们他们只能看的最近的五年啊 最近的十年觉得中国厉害了强大了很牛逼不得了 但是呢狗哥的观察啊是至少呢要用三四十年 或者说呢你必须要观察这个中共执政以来的这个整个70年的状况 而且呢他呢还看不起这个墨西哥巴西一类的国家 认为呢如果中国变成民主国家只会成为两亿精英 十亿穷民的高贫富差距国家 你以为中国现在不是这个高贫富差距国家呀 中国总理李克强说的这个六亿人口月收入一千块钱 是不是不存在 这个中国的招商银行 中国的网友都知道啊 就是在中国传统上很多的这个有钱人 中产阶层都喜欢的把这个钱的存招行 2019年招商银行他发了一个报告就显示 招行里边80%的存款理财啊 这些财富呢它是属于2%的人群的 也就是说呢2%的人占有这个80%的财富啊 那在中国的有钱人里边 中国的这个中产阶层里边这个财富分化都成这样 那你想一下中国的这些个普通的老百姓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啊 狗哥呢还是那句话 就是中国的粉红们最大的一个优点呢 就是无知无知无畏 墙里边的这种井底之蛙 还以为呢对这个世界呢完全了解啊 什么这个美国呀巴西呀墨西哥印度呀 他们都明白全明白粉红大明白 我个人不喜欢这样 因为您和我一样是普通人 投胎决定命运 很难说能百分百投到精英阶层 那么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中国阶层流通必然更难 等待中国的只会是再次改革 或分裂解体 那么到时候获利的可能就是沿海省份的人了 可能您如果是广东国的就很爽 浙江国也不错 江苏国也行 这个粉红呢 他也知道那么一点点这个阶层流通的概念 狗哥呢确实是普通人出身 狗哥当年在北京读大学毕业的时候啊 第一份工作 每个月的薪水 当时跟这个其他的同学比呢 可能是算是稍微好一点的这个薪水 其实呢完全不算什么高的收入啊 但是呢在当时一个月的薪水 五六千块钱就可以呢 在北京三环 北三环买一平米的房子 那现在北京的年轻人是不是可以 完全没这个能力吧 是不是这个天方夜谭 一千零一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跟这个十几年前相比啊 中国社会的这种阶层上升的通道啊 已经是变得很窄啊 变得非常难了 难道还不需要重视这个问题 中国要继续改革吗 这位粉红呢 好像对这个中国沿海地区的人获利多 表现出来这个很不满 还是什么广东国 浙江国 江苏国 这些地方获利多 本来就应该 因为这些地方 人家这个自然条件好 民众的思想更开放 那为什么不能获利更多 中国要做的呀 是在这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 让更多内地的人 转移到这些赋予的地儿 让他们在那儿呢 能扎根 在那儿呢 能够真正的生活 给他们呢 也提供更多获利的这种机会 而不是说什么这个 重新上山下乡 振兴农村 振兴东北 振兴西北 这些都是扯淡 振兴不了的 但还存在问题 中国人喜欢统一 因为已经书同文车同轨 分裂后必然再次寻求统一 即使是现代 因为统一后 可以最小程度贸易和交流受阻 那么又回到统一后 要什么制度 能保持稳定的管理 这就又回到 类似中共的管理模式 这个呢 就是中国粉红们 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中国的大一统情节 其实呢 还活在这个 两千多年前的秦朝 或者说最近那个电视剧啊 大情妇看多了 中国人大一统的观念 这个话题太大 今天狗哥就不详细说了 只说两个例子 来反驳这位粉红的观点 日本 日本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是不是都没有这种 所谓的统一 对吧 那日本跟其他国家的贸易和交流 有没有受阻 人家日本人想去哪个国家 拿起护照 买机票 说走就走 很多日本人 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 还需要申请 其他国家签证 那个概念 这个是不是最小程度的贸易和交流受阻 是不是没有统一 也完全能够实现 你退不讲 如果说要统一 是不是就必须采取这位粉红说的 这个所谓的中共的管理模式 大家可以再想一下 这个欧洲国家 欧盟 欧洲国家实现这种一体化 深耕区 现在连这个国界都快不存在了 那人家怎么就没有采取中共的这种管理模式 在欧盟为什么就没有必须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 一种理念 为什么欧洲国家就能够在保持各自特色的这种基础上实现一体化 实现这种和平共处 所以呢 中国的粉红们还是要虚心 你多去了解死心塌地的虚心去学习别人好的东西 别老想着这个保持什么中国特色 为什么在华夏大地这里 中国跳不出这个圈 这个得问我们祖先 要是汉族祖先别那么能生孩子 别扩张 就守在河南一带 今天中国土地上就会和非洲一样 全是殖民地 汉族也许就和朝韩一样大 也就不用考虑制度问题了 小国无所谓的 对吧 您是不是也不关心尼泊尔西金这些小国 起码您也知道做这种国家的视频没人看 中国粉红们他们这种大一统清洁的背后啊 其实就是大汉族主义 大汉族主义呢 其实也是一种这个种族主义 所以呢 大多数的中国人啊 都是这个种族主义者啊 这位粉红说 如果说他们的这个汉族祖先不扩张 那现在中国土地上就会跟非洲一样 全是殖民地 这个呢 就是狗哥以前说过了 就是在历史问题上啊 你不要说如果 在历史问题上 你说如果啊 做什么这些假设 其实完全没有意义 因为这个影响历史发展 影响一个社会发展的因素啊 这种变量是很多的 非常多的 很多时候这个历史方向的发展啊 它就是偶然因素导致的 而且呢 这个粉红说呢 如果历史上 他们的这个汉族祖先不扩张 那这句话呢 可供吐槽的点呢 真的是太多了 这位粉红 你就确定你的祖先是所谓的汉族人 而且这个你的祖先 到底应该从哪开始算 是从云南原某人开始算 还是应该从这个北京山顶洞人开始算 还是应该从这个陕西蓝天人开始算 中国人最骄傲的这个唐朝 大唐朝 大唐朝的皇帝们 他们都有这个很浓厚的湖人的血统 所以呢 什么叫你们的汉人祖先 所以呢 这个中国的粉红们 即便是对他们很骄傲的大中华 华夏文化的这种很自豪的历史 这些呢 其实他们也是非常非常浅薄的 一知半解 中国的制度一直没跳出历史因素 也不可能真正跳出历史 台湾的民主何尝不是特殊背景下造就的产物 与大陆经贸47% 却一直靠美国支撑 中国粉红们现在说的中国这个概念 其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才一百多年的时间 因为这个呢是一个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 然后呢 粉红们就用这块土地上几千年的这种历史来合法化这个才一百多年的概念 那这个是不是无知 也是这种本末倒置 对不对 狗哥这么讲逻辑啊 估计这些粉红们他们也听不明白啊 然后呢 还说这个台湾的民主是特殊背景造就下了产物 一直靠美国的支撑 他的意思是不是说 在美国的强力影响下 台湾才实现了民主 那狗哥就要问 即便台湾是在美国的影响下实现了民主 有什么不好吗 台湾政治稳定 民众生活有尊严 医疗保健全事业都领先 这些有什么不好 对不对 为什么中国不可以也在美国的影响下 也慢慢的实现这些 中国为什么必须要抗拒 必须要反对美国 所以既然中共能走到现在 必然有它成功的因素 但最主要在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 我指的是全体中国人 包括您在内的一众黑粉 都得承认这个事实 狗哥刚才说了 影响历史的有很多的因素 很多时候呢 你只能用这些因素啊 来解释已经发生的这个历史 并不能说的某个因素 他就必然决定了历史 举个例子 如果当年张学良 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 那很可能 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就完了 那就没有现在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大家注意狗哥在这说呢 也是一种可能性啊 也不是说必然 这位粉红说 中共能走到现在 必然有它成功的因素 其实在1991年圣诞节之前 苏联的粉红们 他们也可以这么讲话 但是呢 圣诞节刚过了一天 夸 那么强大 那么牛逼的这个苏联就解体了 所以呢 什么叫必然 什么叫必然成功 必然这种词啊你只能是把它当成这种宣传 当成打鸡血的口号 在解释 在观察人类社会 观察人类历史的时候啊 你最好不要用必然这个词 就像现在狗哥呢也不能说1月20号 拜登呢就必然会是美国总统 你万一明天天上掉下一个流星 你砸到拜登的家里 把老头砸坏了怎么办 所以呢 不要轻易的就说必然 这位粉红呢说到了这个中国人的民族特性 狗哥要说呢 所谓的一个民族的这个民族特性啊 其实呢就是一个人群里边存在的这种普遍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状态 还有这种世界观价值观 估计这个呢粉红们又听不懂了 狗哥要说呢 所谓的民族性啊 第一 民族性呢都是有这个时间段限制的 1000多年前中国人的民族性跟现在的这个民族性肯定呢是有这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呢 其实1000多年前这个地球上呢也没有中国人这个概念 第二个就是这种所谓的民族性 他跟这种社会制度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 中共他能够执政70年 最主要的不在于这个中国人的民族特性 最主要的在于啊 中国的这个集权制度他没有改变啊 那集权制度他能不能改变 他当然可以改变 只是说中共呢一直不允许中国人的去改变 如果说这种制度啊 这种集权制度变了 慢慢的变成这种民主制度 那所谓的这个中国人的传统民族性啊 他呢也就会改变 也有很多中国人呢 他会变成这种负责任的公民 所以只要政治只在一定范围内干涉生活 不过分愉悦界限 其实都能接受不是吗 在中国政治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干涉生活吗 那么多的中国人天天被强迫 学习这个学习强国 这个叫在一定范围内干涉生活吗 张展他作为一个中国公民 在武汉的街头拍了一些视频 就被判刑四年 陈秋实方斌这些公民记者到现在下落不明 这个叫政治在一定的范围内干涉生活吗 起码我们不需要和朝鲜一样了 激进左派并没有复苏 我知道如果您和我回到那个年代 您可能宁死不从 但是我认为中国制度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 更适应时代发展 更能保障福利体系 总会有的 韩国台湾崛起比中国改开早了一些时间 所以中国追的不慢了 尤其是体量如此巨大 狗哥呢 讲过很多次 中国呢 正在向东朝鲜的方向呢 是在加速的开道车 那这些中国粉红 狗哥呢 也是非常确认啊 中国慢慢的回到这个东朝鲜的状态 这些粉红们 他们也不会宁死不从 他们只会这个躺倒享受 而且呢 还会继续粉红 他说呢 这个中国制度的完善 更能保障福利体系 总会有的 你以为天上真能够掉馅饼 你们都躺倒了 不去努力 整天唱三歌 不去努力争取 民主制度 法治 这些东西 能够从天而降吗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啊 习近平 习大的 能够主动给你们 香港人原本就有了这些好东西 这两年大家都看到了 都是已经都被剥夺了啊 那在中国人都躺倒了情况下啊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去争取的情况下 这位粉红说呢 总会有的 这个是不是在做这个中国梦 这位粉红呢 他提到了韩国和台湾 韩国和台湾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啊 两个国家这些精英还有普通民众 他们付出了多少努力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才建立起来的现在的这个现代文明社会啊 中国的粉红们他们肯定的都不清楚啊 他们就认为在一个极权社会经济发展了 这个所谓的更适应时代发展 这个更能保障福利的体系总会有的 这个想法呀 真的是太美 真正有尊严的生活呀 并不是说呢 你很简单的这个996的工作模式 你就能够去实现的 你必须要站出来去争取的 30年前您年轻的时候 可能大街上都是骂中共的 20年前已经少了 10年前我周围人都是夸中共的 今年不评价疫情都很烦 但在过去10年20年 等人均GDP再翻两番的时候 中产家庭再多几亿的时候 您的视频支持者应该会越来越少 这个呢就是狗狗说了 就是经过2020年 武汉肺炎疫情这一场大灾难 中国人的自信心呢 反而是爆棚 特别这个中国的粉红们啊 狗哥就不说这个20年前 10年前到底是什么样了 狗哥呢就说一个判断 如果说的未来10年 未来20年还是习近平 做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他的这些个各项的政策 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那这位粉红说的 中国人均GDP再翻两番 什么这个中产家庭再多几个亿 对不起 这些呢肯定都是不会实现的 狗哥呢可以肯定 百分之一万都不会实现的 我不希望我在民主的小国 尚不起好学校到头来 去厂里上班 我只希望底层人 能有公平的机会读书 学习将来就能评学力 靠自己有至少三四十万的年薪 就很满足 韭菜哥一茶 我留酒茶吗 这就是我不希望反共的原因 这位粉红呢又看不起这个 民主的小国 还看不起这个 到工厂上班的人 那生活在民主的小国的朋友们 比如说瑞典挪威啊 瑞士英法河比卢啊 日韩新马太的朋友们 大家都可以留言说一下 这些国家这个上不起所谓的好学校 去工厂上班的人是不是很惨啊 狗哥的举个例子 去年冬天狗哥家里的这个暖气出问题啊 来修暖气的工人啊 开了一辆奔驰 虽然是老款的奔驰 但也是很闪亮的梅塞德斯奔驰啊 然后呢 中国的粉红们认为 在民主国家做普通工人会很惨 这个呢就是无知 对墙外边的世界完全无知 他说呢 在中共统治下 中国底层人靠自己 就能挣到至少三四十万年薪 韭菜哥一茶 但是呢会留酒茶 这个呢就是他不希望反共的原因 可能这位中国的粉红 他自己啊这位阴空士啊他自己呢能挣到三四十万年薪 所以呢好像是他呢就感觉的很骄傲很自豪 他呢就不希望反共 这个呢也能理解啊 中国的赵家人绝大多数呢也不反共 但是呢你这个三四十万的年薪 在中国赵家人眼里算个屁呀 你这个呢就是叫花鸡水平 你分到的这点钱 就是人家赵家人洗澡盆里边搓下来的一点点泥 然后呢你还感到很骄傲 但我不讨厌您 您是半个警钟 是中共需要改善不足的指南 是为了中国更好的反向明灯 只是可惜您的观看者 有很多人借此将自己懒惰 不努力不上进 以致生活质量差的错甩给中共 除了发泄生活的不满 和满足指点江山的虚荣 并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少回报 也不能就此实现阶级跨越 这位粉红说 狗哥是中共和中国的半个警钟 那狗哥就特别想知道 另外半个警钟是个啥 是不是这个美帝国主义啊 他呢是又提到了这个阶级跨越 狗哥呢提醒一下这位中国粉红 并不是说呢 你能拿到这个三四十万年薪 你就在中国实现了这个阶级跨越 马云比你的财富 不知道要多多少倍了 对不对 人家还是共产党员 结果呢 所以呢 在中国呀 你说这个什么阶级跨越 阶层上升之前啊 你最好的偷偷的问一下自己 韩赵亮多少 自己算不算是这个赵家的 偏防的偏防的偏防的 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这种亲戚和邻居 你如果说跟赵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还是别谈什么这个阶层上升了 然而我明白您不会因此更理性看待问题 比如在指出中共坏的同时 说几句好话 因为您视频的受众 极是愚昧的中下阶层人士 煽动性的内容更令人着迷兴奋 理性辩证看待问题反倒没人关注 那没人看怎么能提高播放量 增加您的视频收入呢 说狗哥视频的受众 都是这个愚昧的中下阶层人士 不知道这位自认为 在中国已经实现阶层上升的 阴空视粉红 怎么就一不小心看到了狗哥的影片 在这呢狗哥呢还要说一句啊 你用这个ID阴空视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 不上流社会啊 你如果说真的是中国上流社会的人 你怎么还看郭敬明这个小骗子 还粉什么阴空视 所以我对您的最终判断是 您30到40岁有一个正常工作 但工作薪酬一般 周围有反共的朋友或亲人 在自己学习了剪辑视频之后 以此吸引中下阶层30到60的中年人 尤其是自身生活比较糟糕不算好的人士 以此赚取第二收入 同时我有猜测团队运作 粉红们真的是这种盲目自信 他的这段话里的所有的这些信息点 除了对狗哥年龄的判断呢 还算比较靠谱之外 其余的信息是完全错误 另外就是什么叫有一个正常工作 这位粉红刚才说这个狗哥的思想啊 已经是定型 那狗哥认为呢 他呢才是早就定型 大家说在这个地球上 什么叫正常工作 什么叫不正常的工作 用这个词 其实又反映出来 他的这个思维的一种僵化 就像这个油管啊 YouTube油管上的订阅一哥 PewDiePie 2019年人家的收入 达到了这个1300万美元 那在这个思维僵化的人眼里 这个不叫这个正常工作 对不对 我为了不设立场的判断 在此为考虑您是台湾人或海外华人 一般与中国有对立的国家 都会运作这种反华宣传媒体 来诋毁中共 这属于政治博弈而无关对错 如果是这样 那您的收入应该也相对稳定 自媒体是您的职业 是有资助的职业 这句话呢 又是典型的装逼 很高冷的说 这个不设立场的判断 还这个属于政治博弈 无关对错 狗哥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自媒体啊 作为职业啊 资助狗哥的 以前呢 都是正在看这个影片的 很多的网友 以后狗哥开这个会员频道 肯定呢 还都是这个网友的赞助 狗哥做这个自媒体呢 从来不带货 连这个翻墙VPN 都这个不帮忙推广 都是纯粹靠这个 喜欢狗哥的这个 网友们的支持 狗哥认为呢 这个呢 是很光荣的职业 下面是这位粉红 他的最后的一句 也是这个非常重头的一句 点睛之笔 不过我奉劝您一句 中国的90后 00后时候 甚至不少80后 都不会在乎您这个 您的宣传仅限于 部分中年群体和底层废物 建议再过几年改行吧 去找个正经工作 靠谱的多 就是劝狗哥呢 再过几年呢 要改行 去找个正经工作 狗哥认为啊 在现在的这个 社交媒体时代 做这个YouTuber 做自媒体 好像就是这个 非常正经的工作 而且呢 如果你做的不错的话 收入上比这位粉红的 这个三四十万老毛币 要高不少 关于以后 狗哥认为呢 这个天朝的墙啊 他不可能一直很可靠 以后如果这个墙慢慢塌了 那翻墙出来的 这个中国人呢 会越来越多 说不定狗哥到那个时候啊 这个自媒体运营呢 还会有大的发展 另外呢 还要告诉这位粉红 狗哥频道的观众里呢 有42%都是这个30岁以下的年轻人 并不是你说的 这个仅限于部分中年群体和底层废物 另外呢 他呢还单独发了一个留言 还补了一句 说这个另外的角度 如果说您是这个中国大陆出生的90后 那么问题就有意思起来了 祝您好运 狗哥愿意今天专门做这么一个影片 详细回复这位英空式粉红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装出来呢 是很有礼貌啊 一句一个您 最后呢 还祝狗哥呢 要好运 通篇呢 没有直接骂狗哥 但是为什么狗哥说他的这种礼貌是装出来的 因为他的这个留言里呢 有这个底层废物这种话 还有什么愚昧的中下层人这种话 一个真正懂礼貌的人是不会说这种话的 所以呢 狗哥说呢 他的这个表面的礼貌啊 都是装出来的 中国的粉红们他们基本上都是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啊 所以呢 他们是根本是不懂什么叫真正的礼貌 这个呢就是中国的一位既典型又不典型的粉红 狗哥说他是这个典型的粉红 是因为他的这个所有的思维 所有的观点都是非常典型的 中国年轻粉红们 他们的这个典型的观点 思维很混乱啊 很碎片 对这个世界呢 了解的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同时呢 又狂妄自大 大家呢可以注意一下他的这个整个留言两千多字 但是呢 不分段的 很多这个标点符号用的也不对 这个呢就反映出来啊 他的这个思维呢是非常混乱的啊 非常碎片化的 那为什么狗哥又说他是一个这个非典型粉红 主要呢就是因为呢 他没上来就骂人 而且呢还能够有这种耐心写两千多字的留言 所以呢 这个呢也是一位这个非典型的粉红 可以说呢是中国粉红里边的极品 怎么说呢 这个虽然狗哥呢不愿意跟傻叉啊 不愿意跟这种喜欢阴谋论的还有粉红们去讲道理 但是呢狗哥呢还是想对这位英空式粉红呢说一句话 就是以后呢千万别看郭敬明的书了 最好呢是学点英语多看点这种英文书啊 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啊 跟这个粉红们对话呀真的是太累啊 非常非常的累 而且呢还没有效果 这个呢也是狗哥呀不愿意干这种事的原因啊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非常非常耐心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